大家好,我是曹哥 今天用鲈鱼给大家分享一道非常特别好吃的清蒸鲈鱼的做法 鱼肉鲜香非常的入味 做法也非常的简单 那就跟着我的视频一起来了解一下我是怎样制作的吧 想要把清蒸鲈鱼做好 那么肯定要准备鲜活的鲈鱼 只有鲜活的鲈鱼蒸出来的鱼肉鲜香 特别的嫩 而且吃起来也特别的美味 如果自己不想处理 也可以让卖鱼的老板给你杀好 我个人觉得还是买回来自己处理比较新鲜 把肚子破开之后看到里面还有鱼籽 这个比较有营养 然后我们再来处理一下 用剪刀把鱼鳃给它剪掉 鲈鱼的鱼鳃是带刺的 最好是用剪刀将它剪下来 以免伤到自己的手 鱼鳃全部处理好之后 再把鱼鳃给它剪掉 鱼鳄的营养价值还是比较高的 它是淡水鱼蒸DHA的含量最高的 所以我们多吃一点鱼鱼对身体也是非常的好的 鱼鳄鱼的尾巴将它修整一下 把鱼鱼的尾巴剪漂亮一点 那样蒸出来就非常的美观了 鱼鳃全部处理好之后 放到水槽中 用流动的清水将鱼鱼清洗一下 把鱼鱼肚子里面的血沫给它清洗干净 特别是鱼鱼肚子里面那层黑沫 也就是腥味的主要来源 所以我们要用流动的清水 清洗得会比较干净 清洗的时候最好是用手指将它抠一抠 把里面刮干净 鱼头里面也要给它清洗干净 清洗像这样子就非常的干净了 然后困水将它拿出来 放到案板上 下面我们来处理一下鲈鱼 鲈鱼肚子里面的骨头 那里面的肉质比较厚 所以硬刀将它破开一点 不要给它切穿了 两边都要给它切开一点 把骨头切断就可以 切成像我们手中这样就可以了 千万不要给它切穿了 切穿了的话就会影响美观 然后鱼背上我们也要打上十字花刀 在鱼头两分分处我们切一刀下来 也不需要给它切穿 两边都要给它打上十字花刀 这样做出来的鲈鱼就非常的漂亮 鱼背上我们也要给它拿一刀 切成像我们手中这样就可以了 也没有给它切穿 这样蒸出来的鱼就非常的漂亮了 经过我们的处理 鱼放到案板上就能轻松的立起来了 看着都非常的漂亮 是不是 全部处理好之后 将它放到大棚里面 然后来切点姜丝 姜丝切好之后 先装入网中备用 再准备一根大葱切成片 片切好之后 和姜丝放在一起 然后把切好的姜丝和大葱 放到鱼身上 然后再加入一瓶啤酒 清蒸鲁鱼时 必须要加这三样 姜 葱 啤酒 因为啤酒可以去腥增香 还可以嫩入 然后将葱姜给它抓碎 把葱姜汁涂抹在鱼身上 把葱姜汁给它挤出来 把葱姜汁全部给它涂抹在鱼身上 这样清蒸出来的鲁鱼 肉质就比较鲜美 而且还带着麦芽的清香味 肉质特别的鲜嫩 鱼的身上全部涂抹均匀之后 再把鱼肚子里面也要 将它涂抹均匀 把葱姜汁全部塞到鱼的肚子里面 用手不停的按摩 将鱼肚子里面都裹满着葱姜汁 然后把葱姜汁全部塞到鱼肚子里面 接下来再准备一块生姜 切成薄片 接着再准备一根大葱 也把它切成薄片 把切好的葱姜摆到碟子里面 这样可以去腥增香 还可以让鲁鱼和碗之间隔离出来 还能让鲁鱼蒸出来更加的鲜美 肉质更加的嫩 所以这一步非常的关键 千万不要省阅了这一步 接下来我们把腌好的鱼鱼 肚子里面的葱姜给它起出来 鱼鱼已经腌制入味了 把葱姜起出来就不要了 然后将它拿出来摆到碟子里面 哇,真的是太漂亮了 这样摆出来的造型 比酒店、饭店里面的还要好看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个小刷子 往鱼身上刷一层薄薄的适应油 适应油可以锁住鱼的水分 一定要将鱼身上每个部位都要刷到位 这样蒸出来的鱼才比较鲜美 还可以防止蒸的时候水分不容易流失 让鱼蒸出来更加的鲜嫩 然后在鱼身上摆入几块葱片和姜片 可以增加鱼的香味 让鱼更加的入味好吃 接下来这一步也非常的关键 往鱼身上撒上薄薄的适应盐 先将鱼入个底位 只要一点点就可以了 这样做出来的鱼就非常的漂亮了 接下来把锅蒸的水烧开 我们蒸鱼的时候 一定要牢记 水开之后再把鱼放到蒸锅里面 这样蒸出来的鱼才会鲜嫩 然后盖上盖子蒸十分钟左右 也不需要蒸它太久 十分钟就足够了 接下来再准备一些大蒜子切成薄片 再准备一根大葱 也把它切成薄片 全部切好之后装入网中备用 然后再准备一把小葱 将它折起来 这样方便我们切葱丝 折起来之后 我们直接把它切成葱丝就可以了 葱丝切好之后装入网中备用 再准备一根红辣椒切成丝 丝我们可以切细一些 全部切好之后和葱丝放在一起 再把切好的姜丝也加进来一点 然后倒一点清水将它清洗一下 清洗好之后先放一盘备用 接着准备一个漂亮的小碗调个料汁 一大勺蒸鱼酱油 一大勺生抽 一勺蚝油 再加入一小勺白糖 然后用勺子将它搅拌均匀 把所有的调料搅拌化开 搅拌均匀之后先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起锅加入少量的食用油 油热之后把蒜片和葱段也加进来翻炒 炒至葱蒜的味道 炒香之后再把调好的料汁也加进来 开大火把汤汁酸冷出 朋友们视频你都看到这里了 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就伸出您发自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呗 您的每一个点赞和留言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支持 汤汁炒冷出之后我们一露勺将它过滤出来 里面那些炸就不要了 接下来我们的鲁鱼已经蒸好了 哇一股清香的味道特别的香 而且看着都非常的有食欲 然后用夹子取出来放到桌子上面 哇真的是太漂亮了 接着用筷子把葱姜给它夹出来一点点 再来看一下这样蒸出来的鱼是不是特别的漂亮 再把擦好的料汁淋在鱼的身上 哇真的是一股清香的味道扑鼻而来 这样蒸出来的鲁鱼鱼肉特别的鲜嫩 淋上刚烧好的料汁真的是特别的香 把切好的葱姜丝和辣椒丝放到鱼的身上 再把烧好的热鱼淋上 激发出葱姜的香味 一道非常鲜嫩清蒸鲁鱼我们就这样做好了 这样做出来的清蒸鲁鱼鱼肉非常的鲜美 而且味道十足 这样做出来的清蒸鲁鱼 颜值也非常的高 如果家里来了客人坐上这么一旁 人人夸你是大厨 如果大家也喜欢就收藏起来试一下吧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关注留言哦 关注我还可以看到更多的家常美食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